主要考量的考量的事情 沒錯 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知識體大 所以很難看 不過既然談到二十大 我們把這個焦點放到第三個議題 就是說中共二十大 這個政治大廠 政治大戲 可能在十月底也可能十一月要登場 大家談論了很久 這是今年最主要的一場大集會 那攸關習近平第三次的連任中央總書記 我們怎麼樣看 因為很多人討論說到底二十大 我們會不會破局 是不是還有什麼變數 那究竟談論這個所謂人民領袖 習近平主席 這個已經盛肖成像 包括美國媒體也一直在報導 這個軍曹 你怎麼樣來看待二十大 在二十大還有大概一百多天 就馬上登場 還會被 你認為還會被什麼變數 這二十大會被破局 我們這個題目是這樣下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按照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中國現在面臨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不過都還處於是灰犀牛性的 也就是說這些問題都已經被發現了 而且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會引發什麼樣政治博弈 應該說習近平心裡也有數 因為這個主要是挑戰習近平 習近平現在二十大肯定有他的一個 真的有的一套想法 現在各方面都在杯葛他 想推翻他這樣也有 但是我覺得現在看靠這個 目前的灰犀牛之類的問題 推翻的格局不大可能 但是現在比如像國務院加緊在追責問責 把一系列問題在這 可能會影響他落實他的想法的質量 就是還有他的速度 比如說他可能原來是想讓幾個人進入局 那這幾個人可能有點問題 或者即使入局習近平要付出一定的聲譽代價 還有一些人事布局可能會被打亂一點 但是大體上他會上去 而且二十大之後他可以繼續 他在二十大之前沒有完成的布局 他還可以繼續做這件事 不過會有一些干擾 那當然這個他能繼續做 但也可能時間拖時間長了會有一些變故 就像毛澤東似的 毛澤東在處理四五運動的時候 當時他是知道他必須要把鄧小平幹掉 但他也知道那麼強大的民意 不能馬上讓四人幫到位 於是毛澤東說拖一拖拖一拖 這個他嗝屁了 他嗝屁之後呢 這個情況就變化了 就這個呢 習近平呢 剛才上一次和平也說了 這個習近平的身體呢 習近平的健康呢 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這是個未知數 當然現在我們 而且現在有的人呢 說從他的氣色 從他動作上看呢 他可能有一些病 而且他現在也不一定敢治 因為治療有的病 比如要做手術的話 他需要把一些權力 他需要出去無意識狀態 把一些權力要交的話 他可能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但是這是一個啊 但是我覺得 可是呢黑天鵝的事情呢 是可能出現的 因為做獨裁的人呢 特別在一些這個政治的一個 比較關鍵時刻 實際上他的旗兒編得很緊 他實際上是不能出事的 那我覺得現在唯一 就是我在講說從20世紀 那些出了大事的國家來說 除了這個最高領導人 突然自己發生變故 或者發生這種 就是他不能預測的政變 不是那種程序性的證明 而是比如突然出一個謀殺 而這個謀殺是在一個 他沒料到的方向發生的話 那這一類的東西不存在了 其實另外一個比較普遍 就是說突然就是有一個小事件 由於當局應對失措 就迅速地被得到了 廣泛的這種同情和民眾的 就變成了大規模政治風潮 在處理這個風潮的時候呢 習近平今天其實繃得比較緊嘛 他要把一些權力讓住出來 讓一些人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時候這些人可能就會 就變成就會帶著這個任務 可能就會造反了 這個都是 其實這些在第三世界國家中 比如像印度尼西亞呀 在埃及呀 他們都發生過這個情況 就他這個風潮拖一段時間 這時候那些就是鎮壓的機器 就不想鎮壓 因為他們覺得鎮壓這件事實際上 一定是個 就是現在你把局勢共產 當然一定在歷史上是一個遺仇萬年的事 而且搞不齊還有將來要追究他的責任 在這個獨裁者死了之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可能會出現 就是說一些黑天鵝 事先沒想到的這些事情 可能引發整個的全局的這種崩潰 這是我覺得除了有這個可能性之外 這個我覺得看不出來 會有一個大的變局發生 只是一個習近平落實他二十大的部署 是不是能夠就是完美的落實 還是說中間在其發生了一些事情打了折扣 不過這個二十大州才繼續去落實他 好 接下來我想請教聖明 聖明我想請教你就是說 習近平現在面對一個就是外面中美關係的這種衝突 惡物戰爭的問題 對內又有清零政策飽受質疑 經濟的下滑 那他這次要打破官員力要連任 您覺得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共或中國 過去三十年改革開發以後 你覺得這樣一個主要打破這種 權力架構的轉型這種制度 人民買單嗎 黨內難道都沒有別的生意了嗎 我覺得什麼叫破局 這個題目二十大會不會破局 就如果說破局指的是習的權力失控 就絕對不會 如果說破局指的是呢 就是過去的這些失敗啊 錯誤啊就去教訓了他 他在有些問題上呢 有些做法上他會改先易則 那完全可能 就比如說在內政外交上 一系列的從內政上來說呢 就清零政策 現在明顯今天出來的GDP的數字 就是非常難看 沒錯我們稍微討論到 他一定會在這方面會做的 所以5月6號那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中央有非常嚴厲的 就把清零提到黨性的原則 就是連胡錫進都趕快把他的 鐵刪掉 在那個時候我就 已經覺得呢他沒有辦法了 就是我所以我當時我做了一個猜測吧 我說五五決議 就是打左燈 耳後發生的事 必定向右轉 打左燈是為了免責 向右轉是情史所迫 就不光是民怨 經濟是更大的民怨 就GDP下降那是最大的不穩定 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清零政策會逐漸取消 其實現在已經是清零遠遠落落的經濟之後 這是一個 再一個就是從內政來說還有一個共富的問題 自從去年提了共富以後 去年8月17號吧 中國的經濟遭到了很大的打擊 所以以後呢我相信他會呢 就是去扶持資本 緩提共富或者緩退共富 所以外交上的一些事呢 主要就是對美關係對台關係了 要講突破這方面呢 他們要突破但是他會做很多修正 就 因為他看到了而誤的局勢 就是現在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這些地方會有 至於君濤呢每一次都喜歡講就是 什麼時候會有黑天鵝 把黑犀牛出來 就有了變局的可能如何如何 那其實君濤不是作為一個政治評論家 君濤是作為一個政治實踐家 因為他是一個主席 這個主席呢 有一天有了這種機會的話 說點自己懂的東西 不看過書 你看過政治轉型的書嗎 說點自己懂的 我沒有你看的書多多 那就是要看書 其實我每天在家裡面都在看書 你每天在街頭都在運動 其實真要講書的話 不是你聽我說跟書多書上有關係 要看專業 我是說就是作為政治評論家 就不要把自己帶進去 你是什麼總統也好 主席也好 這一點都不重要 不要在這些地方 把你自己的自我的願望 這樣你會把 就是自己變得很好玩 一個形象 就是因為每次你都要講 就是如何又如何如何了 就是這個機會那個機會了 就這種機會 他屬於政治家 不屬於政治評論家 這兩個角色不可以竄來竄去 看點書 專業書看點政治轉型 專業書破局的階段 有哪些模式 沒看書就在那亂出來 現在就是一些 就有人希望的中央政變 對不對 有些朋友 那是你的看法 也有人希望呢 就是底層破局 比如說孫中山就希望底層破局 對吧 他十一之起義 茉莉花就是底層破局 就希望這個 也有人希望呢 就有人喜歡造謠 但你倒是不造謠 對吧 就實際上就個人的那些地位 和你在這兒做政治評論 都是兩回事 就是因為我聽到你講的太多了 好了 我在做專業分析 你是外行 我再說一句 你要不要我本書給你 這是什麼叫我本書 君陶贏要做分析 扯個人的因素幹什麼 對吧 這不是題外話嗎 他每次都知道 下面你要不要繼續一下 你的評論 請繼續吧 那因為君陶你剛講的那些東西 已經不是在做政治分析了 你正在講的就是 如果每一次就是講到破局的時候 這就是你的人生的希望了 你就這種希望 我講了我講了埃及和印 你聽我說 我講了埃及和印度西亞的例子 這都是政治轉型中的經典案例 破局的經典案例 你知道吧 我沒有說中國一定會怎麼樣 對吧 先我就講這些吧 好 謝謝聖平 因為你怎麼樣來看待 這個怎麼樣從比較實際 比較務實比較專業的角度來看待 二十大跟西亞 我承接他們上回兩 剛才兩名的這樣一個說法 就是說這二十大 我們也談的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現在的這個情形 從理論上來講到存在著 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情況 也從存在著君陶所說的情況 理論上是完全不排除個人可能性 但是從現實來看 我覺得是幾乎可以斷電 君陶所說的這個黑天鵝 是不可能出戰的 因為這個時間太短 主要是這個時間太短 也就是一百多天的事情 以中國政府這麼強大的這種控制力 我們講這個上海的這種情況 都熬過去了 那你想想還來可能會決賽 假如說這個上市民上所說的 這個中國這個就放棄 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放棄清零的政策 那你算是還能夠出戰什麼樣的 這個我們意義上不到的 這個飛翅牛會在黑天鵝的 這樣一個事件呢 幾乎反正我是比較愚鈍 想想想不去出戰什麼 讓這個習近平的權力支撐 不可能成功的這樣一個東西 就算是出戰這個事情的話了 我覺得他也能夠應對過去 那麼說到這個所謂的習近平 這個連論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從無論從這個高層來講 還是從這個普通民眾來講 這個基本上現在都是一種無賴的一個選擇 就是無賴的接受現實 為什麼講呢 因為我們講從習近平所謂修改憲法之後 大家就知道他要連論 所以說從這個時間上來 他已經是一個很長的時期了 幾年時間的不短了 並不是說他習近平突然期間 我說我要連論 他從來沒有說他要連論 但是大家預期幾年前的預期太連論 所以今天裡面有個預期的強化 預期的強化就是說 在心裡面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 只不過現在因為今年的經濟形勢 今年的這個形勢太差 包括經濟人太差 大家就產生一些疑問說 你這麼我們講2017年 你算不收縣的時候 大家沒想到未來幾年會搞得這麼早 那個時候就覺得就是說你連論的話 這個也可能 也就是說你從你過去幾年搞的情況來看 似乎也勉強可以接受 那現在這麼一個糟糕的情況 你還連論 這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那麼民眾呢 黨的高台呢 這個通勁量我覺得也就是這麼一個想法 但是你面對現實的話 這個那你想要改變這個現實 我覺得他們這個民眾根本就不用講 沒有這種能力 那麼黨人高層也沒有這種能力改變這種現實 真的就是說除非是上軍刀剛才出來 出在出在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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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的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還假設是被引起這個 技術上是被引起一個局部的這個中國社會的這個動盪 除非出在這種情況 我剛才講的理論上不排除這種可能 但實際上 實際上來說 這個我覺得 一百多天要出的這種可能 我覺得這是斷不可能的 我就講這個 何斌你看嘛呢 你覺得這個還有沒有什麼懸念 應該是沒有什麼懸念了吧 嗯 只要那天會議沒有開 你確實在理論上來講 各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對吧 誰會知道 發生武漢的這個事情了 誰會知道 這樣一個高品質的上海 變成這麼糟糕的一個處理結果 對吧 我們確實是 從理論上來講 我也不能完全地排除這個 王正濤先生講的這個黑田鵝 我跟日文是很接近的 但是從現實的角度來講 王正濤不是讀了很多的這個轉型的這個書 而且他的博士論文好像也是主要是討論類似這樣的一些問題 但是我覺得呢 從專家來講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作為一個判斷來講 是值得可以討論的 20世紀以來所發生的這種轉型 尤其是冷戰之後發生的這個轉型 基本都是失敗的例子 很少有成功的 也不能絕對沒有 就是相對來講比較少 這就是現在為什麼 人們對這個發展的路徑有了重新的思考 同時全球化過程中以後 人們對世界的這個認知的程度大大加深 如果還是用簡單的天真的 80年代那種民主的理想和價值來看待今天中國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 那就是很容易出現了這個誤判 但是非常的遺憾 在我們的朋友中間相當多的人 就是類似我這類人 就是在80年代所接受的這種用民主自由法治 這些基本上的價值觀來主導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在現實中間 不能說它是變成了一個笑話 但是事實上恰恰相反 很多的民主的手段 在解決國家轉型的時候 不能說是成功的 甚至還是讓這個國家的問題更加嚴重 甚至在民主成熟的國家 在歐洲 尤其是美國大家看到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對民主的重新思考 成為國際政治學家的一個不是今天產生的 在過去十年中間就已經成為了一個思潮 但是呢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 一方面民主出現了被民策的 綁架的這種狀況 正確面的短視是非常可怕的 它本身不是邪惡的 但是短視就會造成邪惡的後果 而對於獨裁國家來講 現在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 如果經濟發展不起來 這個社會就會產生動盪不安 尤其是對於那些小國家來講 像司令蘭卡 像南非 這種中型國家 它的承受能力就很弱 社會就不斷會出現更大的震盪 但是對於大國來講 尤其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間 积累了很多的財富 改變了很多原來的經濟結構的國家來講 像印度 像印尼 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你要通過一個黑天鵝的事件 無論是發生在河南 還是發生在上海 還是發生在武漢 要改變政權的結構的希望幾乎就沒有 幾乎就沒有 哪怕是有黑天鵝 一隻鵝是不夠的 要30隻鵝 甚至要50個鵝 才會這種把這個中共體制給拆翻 所以從理論上來講 君濤先生需要建立重新的理論模型 來想這個事情 現在全球化的 你講 我再講一下 不是我針對君濤 君濤當時你不要激動 我是講整個 異議人士的那個 又異議人士吧 能不能不要講異議人士啊 你覺得異議人士被中共 可是你剛才是點著我的 可是剛才你是點著我的名字 那我現在我就我不點 我就講一群人 對吧 就是右翼推牆 實際上是以口炮為主 典型的人物呢 是一位比如說 一位才子 記者出身 一首好文章 十有驚人之語 最近主張是什麼呢 是效法同盟會 組織安插團 這是一個 對吧 就在這個圈裡面呢 此類人士比比皆是 比如 我也不講名字了 熱衷於中央政治 天天是期待的高層政變 就是 談那個 你倒是不談 對吧 你呢 你是喜歡街頭運動 所以 希望底層破局 那比如 就是 這個人其實已經變過來了 是岩碧稱紅色帝國 對吧 寄希望第三次大戰 就是那一次滅此昭石 最後一次 就是那最後一戰爭 把中共滅掉 再有呢 比如還有人呢 就主張 搞那個 500趕死隊 空投中南海 那最厲害的呢 比如又是一位人物 就是 你先知 自居 預言 如何如何打洪水 好 開設國父訓練班 就是 所謂的 華夏解體 諸夏復興 再還有人呢 就講什麼呢 就說 對中共恨之如骨 講的話叫做 反共是做人的底線 就是你不反共 你人都不是 就所有這些 就是 就是我們在這這麼遠吧 遠望神舟 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異議人是看到的 都是災難 那發生什麼事都是壞的 就那的人就生活在水生活之中 期待他們去拯救 就自己日子難過 就期望自己對手倒霉 是海外很多人的一種普遍的心態 就這些人抱在一起取暖 就聽自己的回音壯膽 就堅信中國 即將崩潰 不如今天就明天 也有一位 其實很不錯的學者 20年以前就寫了 即將崩潰 到現在了 他就不停地把崩潰的日期往後延 就所有這些呢 真的就是說 立場 影響了人的判斷 這我完全不是針對你 但真的有這麼 整個一個趨勢 在海外 我來對這個 做一個 做一個回應吧 很簡短好吧 這個 趙平兄 新疆 好 其實我跟聖平討論 就是我沒有去 說聖平說的不對 我只說 在 在從政治轉型角度 我舉的埃及 轉型來 二世紀的轉型來說 有這種情況 在這個 統治者控制很嚴的時候 一般的轉型事件 如果還發生 因為還是發生一些轉型 都是從邊緣地方 社會的邊緣地帶 那這個問題 我順便就回應和平 就是說 邊緣地帶發生 這個聖平 我也講過很多次 就余英時用的是邊緣人 這個詞 這塊發生的 不一定是什麼好事情 但是沒辦法 我們因為講 會不會發生二大變 我們得討論問題 對吧 趙平兄是不是就是 我在扣話題在討論 他們都跑題了 要不然在攻擊我 要不然就是在討論什麼 發生了好不好 和平討論個 如果真這樣情況發生了好不好 這個不是我考慮的 你趙平兄 沒有問題 可貴的地方 大家能夠比較客觀 但是他們不能夠 但是如果轉換題目 就不專業了 對吧 那但是呢 我覺得聖平把它歸結為 是我的一個期望 我承認 為什麼呢 就是我其實也是在完成了一個 學術上的一個清算之後 我才覺得 實際上在現在體制裡頭 是沒有空間去促動轉型 需要在邊緣地帶做一些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你想放棄邊緣 如果這種轉型發生的時候 在邊緣地帶發生的事件中 沒有講理的人 比如像在英國和美國之所以 這種轉型成功在於 他們領導轉型 啟動事件的人 是講理的人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的話 那麼這才是最危險的 就是都交給了毛澤東啊 袁世凱啊 蔣介石啊 都交給這樣的話 那個就比較危險了 就說 那麼所以我在覺得 這是我的一個理性選擇 沒錯 這個 盛林說對 但是我從來不認為 我這個就是一個概率很大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概率很大 很多人都想做 問題是現在這個概率很大 但是我們都說了 其實發生的可能性很小 就像我跟你們的意見都一樣 我也從來不去符合那些 這個盛平老師去批評的 所謂的公知的那種樂觀情緒 或者他說的是哀鳴的 我從來不符合這些東西 那你要說我有這個期待 那沒錯 我是覺得在中國 目前要發生的那樣 郁文說那個時間短根本就不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郁文呢 你要看一下這種轉型發生了 我之所以是黑天鵝 他能起不是所有的黑天鵝都能啟動轉型 能啟動轉型要變成大規模政治崩潮 發生了崩潮統治者是要控制的 但是這個事情一旦發生能夠引起破局的事件 是在幾天內就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 是到了軍隊實際上在一定規模軍隊 能不能控制出這個問題吧 到這種情況 因為比如像1989年鄧小平那種控制 那也是 後來楊成功也說要有一個般的滑變 後果就不甘涉獎 就是那個時候也是很脆弱的雙方的博弈 只不過是運動的組織者和人生長者 實在沒有想搞亂國家 那時候真的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都紛紛撤出去了 一旦發生了都紛紛撤出去 那現在在發生就很難說 就是說他這個動員速度 就老百姓的規模 發展規模的速度一定超過 他的這個軍隊的動員和部署速度 所以這個事情100多天 不要100多天 只要這個事情一旦有兩三天的事 你就包括美國革命都是這樣 就是一個波蘇頓大屠大咒 接著兩三天的13週就民情汹汹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個要是發生的話 就是這個時間是夠的 這個速度很快 那麼當然還有其他一些黑天鵝事情 比如突然北京地震了 房子都塌了 人民大會黨也塌了 那些能開會地方都塌了 這些就是我沒有 我不寄希望於這些事情 我講的說 就正正緊緊的說 在政治轉型中間研究20世紀那麼多場 轉型100多場轉型中間 有這麼一些轉型的發生是在事先看 沒有任何徵兆的 因為在茉莉花革命在埃及轉型發生的時候 我曾經跟李安游一個對話 後來是在公共知識分的這個雜誌上發表了 那我就問他 我說美國的專家在預測這一類 就是革命的時候怎麼樣 他說專業性的預測非常差 幾乎美國包括做這個國別研究的沒有準確的預測 一場革命 包括前蘇聯 他那麼大的前蘇聯的研究 沒有人預測到前蘇聯發生 而實際上你要再看時間表 蓋爾巴基夫已經在加盟共和國中搞直選了 美國都沒有想到會有一場轉型 接著就是蘇聯解體就會發生 但是所以這些我都講說 其實在專業中間有很多的教訓 所以後來才加了一些東西在裡面 這個我就說 那麼最後我覺得還是跟和平說兩句說 因為和平提出來了 在黑天鵝事件發生的轉型不一定是好事 那你怪誰呢 要怪統治者 我剛才講的民主和專制 特別跟集權的一個比較的一個優勢 不在於犯不犯錯誤 也不在於在糾正錯誤中會不會犯錯誤 犯新的錯誤更大錯 而在於糾錯機制中哪個更合理 相對來說呢 之所以後來的這種轉型 是以黑天鵝事件啟動 而不是灰犀牛 因為一般在民主國家中 就要更換一個更換領導啊什麼 就是通過灰犀牛就可以了 大家覺得不能忍受了可以 在中國這種國家之所以要是黑天鵝 原因是搞的這個前景不可能 側測建設性力量很少 就是因為統治者拒不承認問題 堅決地鎮壓和這些提出問題的人 不光說討論解決 有的人就是為了他好 想利用他推動他來解決 他都加以鎮壓 對吧 那個張文宏對吧 那不就是嗎 他講了講疫情也要逼他去轉變看法 他的 你說他就是有專業人士 都不能夠出於政治上的這種壓力 都不能自由地去說話 所以這是我給大家一個回應 就是我不是說我說的一定會發生的 而是這個事情如果假如發生的話 會是這個機制比較大 這個我回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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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你問這個君濤一下 我這個君濤理解了錯了我的意思 我也看過有關卷型方面的書籍 當然可能沒有君濤看很多了 因為他在研究這方面的 我們不談卷型成功的這樣的概率 是我們的底的民眾和高等的這樣一個共振效應 那麼就是說就從中國的 我所說的這個習近太短的意思 我不是說這個一旦有這種事情發生 肯定是一下子就會出現的 我所說的習近太短就是說 這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 就是說在100多天內 根本不可能發生 我指的是這個 為什麼講呢 就是我們不做理論的這個過程假設了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就是20大招呼之前 你也知道就是說我們這個 包括這個所謂的強烈部門啊 公安警察啊 都非常非常的高度的關注 又有現在的所謂的這個科技大科事劇的 這樣隨時的監控 他會把個人這個所謂的一旦 有可能會成為所謂的這種黑天鵝 或者飛鮮牛的事情 他會洽滅 洽滅這種事情會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在放鬆的時候 比如20大開完了之後 大家都放鬆了 反調氣了 那麼接著是 大家都輸上懈戴 同學者輸上懈戴 整他部門輸上懈戴的時候呢 我說的懈戴是雙倍懈戴 不是上20大進步之前的高度緊張的時候 那麼這樣的話呢 他可能就會有可能就在某個地方 不小心的就突破 就像出不上軍濤手上的這個情況 突破了火化 確認儘管 那裡面是不是還有政治情況呢 因為裡面就是說 越速度上高度緊張 可能越會的管控的時候 出現問題 這個可能是 理論上當然我們講也不可能說是排斥這種事情 但是現實來看呢 關鍵就是現在的屬於高科技的問題啊 沒有這個高科技可能會到20大進行 你這個高速管控可能會取勝 但是有這種高科技的建構呢 我覺得 在這一百多年你要說 去這種飛鮮牛事件 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我再問一下郁文吧 我講一句話吧 做一個專業的回應吧就是說 其實呢 郁文你講什麼高科技那些東西啊 都是個正常社會管理 管的都是老實人 管都是規矩人 管的是正常社會中的人 那要是他這個能把所有他不喜歡的都控制住 這個社會就沒犯罪了 中國犯罪照樣都有嘛 各種犯罪 離奇古怪的犯罪 你看那個唐山打人的鐵鏈女 不是都照樣發生嗎 而且發生的 就說我剛才已經講過在社會的邊緣地帶 這個盛平呢是這個 是知道這個語音實際上在論述這個 他實際上是在正常社會管不著的地方 你建立不了檔案的地方 那些人根本就不跟你玩 他們就是完全是活在一種灰黑地帶 社會上正常的政府根本管不著的 所以在這就為什麼 歷代的中國在統治者就是例行鎮壓的時候 為什麼在這農民的起義 總是在一些會黨的地方 在一些反社會的這個地方 包括辛亥革命 他為什麼最後搞搞搞 跟那個鴻門搞到一塊兒去了 孫中山就是這個道理 你千萬別相信那個什麼高科技 那個玩意兒就是管你可以 管君子可以 我再回憶一下君道義剛才說的這個 說高科技不起作用 是的 過去的事情發生在邊緣地帶 現在我們講這樣的邊緣地帶是大大的減少 你以為農村就不會受到這個底下 你不在這個社會群體中你不知道 你去看你真的去接觸 就算是你邊緣地帶出了這種事情 一旦出了他的情勢的話 他根本可以滿足滿面的 我告訴你啊 就是說這個社會人知道 其實吳英石先生在講邊緣人的時候 這個邊緣人在正常的社會中是沒人同情他們 也沒人理他們 而且他們就被視為是壞人 不管是王正拉博士的理論模型 還是現實中間王正拉博士的現實期望 讓飛行牛也好海艇鵝也好來推翻和改變中國的體制 不是純色是夢想 純色是夢想 不是他要改變 你看 轉型嗎 轉型 不是啟動 破局 哎呀那什麼叫啟動啊 上海也是說啟動啊 就像20世紀 21世紀的這個轉型 所出現的無數的失敗 使中國人民沒有像你這種想法了 80年代所形成的這種思潮的影響 我們這對人如果沒有知識的更新 沒有真正去理解中國巨大的這個變化 能夠理解西方民主出現的問題 能夠看到全球的這種巨大的流動的一個情況 你才會知道 你那些東西我曾經你看了很多書 你那些書基本上是故事的書 現在的全球化已經不是轉型的問題了 而是進化的問題 中國怎麼是走向一個更文明的社會 怎麼是走向一個更法治的社會 中國怎麼去解決這個專家 什麼叫專家嘛 政治有什麼專家 你不要拿專家的話來說好不好 政治學這個東西就是最淺薄的東西 有什麼專家啊 和平講完 軍道講完就請盛兵講一下吧 我覺得 大家安心 會不會轉型 會不會轉型啊 話敢話太危險了 會不會轉型或者轉型不轉型是一個事實判斷 就是轉型好不好呢是個價值判斷 這兩個東西呢 它不完全是一個東西 對吧 那麼事實判斷靠的呢 就是要有邏輯來分析 而價值判斷呢 它依據的是立場 但是這兩個東西它又是連在一起的 比如說剛才和平講的那個 也不是沒有道理 就是因為就是從蘇東轉型以來 世界的一系列的民族轉型 轉好的不多 就幾乎是沒有 所以說這對中國的那個轉不轉型 實際上它又影響到了 就過去就覺得 有一些國家還不錯的 那截開還是轉型不錯的 就不多嘛 對 所以說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它 它就是兩個東西 那我之所以我剛剛我覺得 就可能也不應該點軍曹的名字 就說 我是說你在做價值判斷的 事實判斷的時候 那價值判斷呢 盡量要就是 要遠 否則它會影響到事實判斷的 其實我只是想講那個意思剛才 好 謝謝大家 是這樣就說 那我照片我還是回答一下他們 因為要不然的話 他們會誤導聽眾的就是 我不是說盛平啊 盛平最近那句話 我是說和平先生這個會誤導 就是說我們還是講說呢 這轉型怎麼轉型更好 轉型策略在轉型前做什麼準備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以後我們可以討論 但是呢 一個最重要的準備就是 一定要講理的人去進入到 這個黑天鵝的這個中間 才能夠去 在發生了大的轉型 浮測事件之後 讓這個轉型變得相對合理一些 否則的話 那就把轉型純粹交給邊緣任何 就通膨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可能在今年年底以前 我們還有時間在討論 好 這是我們今天中國研究院 謝謝 再次謝謝鄧一文 謝謝王軍濤 謝謝馮盛平 謝謝何平 四位嘉賓的這個 精闢的這個 講解跟分析 也謝謝說明鏡觀眾 對我們的支持 跟這個 跟關注 那我們請 喜歡的話 就幫我們轉發 也按讚 然後甚至訂閱我們中國研究院 我們中國研究院 今天這一期 到這個地方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再見 再見 感謝您收看明鏡電視頻道 敬請您來點贊 轉發 訂閱 並且推薦給您的親友 肯請您利用視頻下方的 超級感謝支持我們 感謝您